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回到節目的第二節 這一節我們會談談下域錦標 這項雖然是二級賽 但也是王家雅士谷賽期 一場很重要的二級賽 因為會牽涉到之後舉行的英王錦標 傳統也是 歷來這場賽事出馬不多 今年也不例外,出馬10匹 還有我們也見過一些馬 先說回馬場 雅士谷馬場的2400米賽事 我們在首日的王籍錦標賽馬都見過 其實2400米的起步點 我們經常都見過 就是在歐馬爾起步點 不過它有三角形的馬場 也說回演400米 為何這場下域錦標這麼重要 因為縱觀整個王家雅士谷賽期 其實沒有一場是李伴的一級賽 所以令到英王錦標之前 其實這場賽事 二級賽雖然是 但他的獎金也不差 20萬英鎊 二級賽來說算不錯 況且正如剛才所說 需要熱身 你跑大賽之前也需要熱身 這場是挺好的熱身 說起來也是 其實說了很多年都很奇怪 你本一個這麼傳統的路程 為何五日賽期都居然沒有場是一級賽 是否一級呢 我也是很奇怪 因為這場賽事可能是在等星格 可能是 但很多年了 但你看那些馬 即是近年的頭馬 除了碧海影月是比較好看之外 其餘那些好像不太特別 很好的馬 有可能不拋你 不拋你這級賽 但又這樣 無敵先鋒之前贏過 其實崇高任務 去年曾經輸過 但輸過的不是頑皮 最近跑得挺好 跑過不是頑皮 但問題是當時不是很好 這場賽事是有它的存在價值 以及有它的級數 2400米是怎樣跑法的呢 雅士谷馬場 雖然王直錦標見過 我們也可以重溫一下賽事形勢圖 好, 看看下面錦標 原廠只差望遠鏡 望向你的正前方 一條落場的距離 沒錯, 600 其實應該是800 800米的程度 800… 再800, 這樣就2400 剛剛沒有三份 評分了 800米一段的直路 所以再加上出馬比較少 相信那些彎位對馬的影響 就未必會很大 真的純粹要靠馬匹的實力 這場賽事熟悉的馬 有我們見過丹鼎龍 這場賽事將會出現 丹鼎龍我們在春季 麥爾本春季的時候 考飛得杯, 跑第二 之後好像水準 不是我們想像中再保持得那麼好 有些跌跌蕩蕩蕩的 最近他又怎樣 不過他跑麥爾本杯 預料他不夠 你回來也能夠跑到第五 我覺得也不差 實際上來說 這隻馬由列國 也在這場賽事裡面 很有根據 上季也是他跑第二 較為特別一點 就是因為往年他都會參加 杜拜加尼馬賽賽 但今年他因為聽說他有點受傷 所以沒有參加 換句話說 跑完麥爾本杯之後 一直到現在才上陣 看看會不會對他有影響 因為去年他跑的第二 他想像是不錯的 輸給家師局長 有一件事是很特別的 很多人以為長途馬是熱身的 但丹鼎龍如果休息超過三個月 其實他每一次出賽都是好的 不是第一是第二名 這件事我想是有幾強的根據 他是善跑新鮮的長途馬 這次應該可以的 絕對是 你又不是二半杯休息到現在 對,一直沒有出過 所以這匹馬大家熟悉了 還有他在考飛爾得杯的表現 的確不錯 不過在看片段之前 就是練馬斯報名球 也有個訪問準備給大家 看看他怎麼說丹鼎龍 Marco,你帶了Dandino 在帝國後 後來的結合後 他如何回復? 他已經很棒了 在香港 當然他失敗了一輪 他失敗了一輪 他失敗了一輪 他在很大的形狀 我們跟他很幸運 因為他已經冬天了 我們考慮過 保護球賽 但他會在身邊的 但他會在身邊 在身邊的側面 我們會期待 在身邊的 努力 他已經過了一輪 他已經過了一輪 他在身上是最好的一切 所以他可能有点优惠 给他一种优惠的一切 给他一切都给他回头 他在身上是一个比较好 他在身上是一个比较好 我们知道他会过来 他会回头 他会是确实的 他的比较高的一切 他在身上是最好的一切 他在身上是很好的一切 他在澳洲 在澳洲,所以我們很期待 看到他在表演 跑飛得杯,這個馬桂 應該這麼說的代表作 厲害,在這場賽事裡 他釘得開一開 很不離,他人跑這種方法 對,結果前面灰馬 麥承子嘉贏了這場賽事 另一邊就是迪美小姐跑第三 其實他很敏才追上來 比迪美小姐更加強 也猜到迪美小姐 他休息了一段時間,先來跑這場賽事 看看他能否乘乘回自己的優良傳統 小優復出特階的長途馬 這匹馬真的挺特別 在他以外,因為很多馬 看起來真的沒有很突出的馬 有些馬我們跑了很多次 又不見到甚麼特別表現 譬如搖滾專輯,我們說過很多次 最近公民跑得好 淡王之鷹,年紀已經一把 這次還看到他們兩匹 會否因為強手沒有了而升到名次 但怎樣也算是有過表現 你看,不是完全沒有跟無句 當中就像淡王之鷹一樣 我們去年也看到他在澳洲的嘉莉馬上陣 當中女王伊莉莎的錦標 他跑得不錯 他跑得不錯,因為他對甚麼對手 對近老的對手 著著著領先 我說了多少年,現在直播不到他 是這樣的,因為他經常都進不到級 跑到最後那關 著著領先是老一點 但另一隻羅馬將軍是不錯的 又不是太老 不行,他不夠跑 但其實我覺得他在澳洲那兩場 就不算是很好表現 跑第四和第五,這場跑第四 唯一就是找了帆二龍來跑 看騎士幫不幫到 搖滾專輯其實最近也不是看得太好 北通第三年挑戰賽他沒有威脅 我們看到輸機主教 輸機主教跑到正本賽都是不行的 而且搖滾專輯跟著在監獄杯裡 是包尾的 事實上也預料到他年尾還是去加拿大 對,我想他跑到十歲都去加拿大 那他欺負加拿大的長途馬 可能他比較擅長 說來說,熟悉的朋友 單頂龍刺羊一點 沒有那麼熟悉的朋友又怎樣 斯陶德著士有馬報名 這場本來有兩匹 現在在當地的千里鏡 似乎是主打的 當中的千里鏡我們未見過 亦都以近期的表現來算是他會好一點 而且這馬畢竟他也是跑了七次 而且他從來都不脫前兩名 演出是相當準誠的馬 還有一點我們之前一直都是看的 這馬叫崇高任務 今年是很厲害的 其實千里鏡沒錯 因為崇高任務今年跑三次都贏了 他亦都沒有可能贏過他 但其實能夠有兩次跟隨著他回來 跟隨著他鬥回來 可以反映到這馬 他今季的方式亦都相當好 還有一點,這馬其實 今年對著崇高任務的時候 跑兩場都是二千 但其實他去年贏二級賽 我們加錦碧哥石是二千四 即是說你本才是他最好的路程 但偏偏今年只跑兩場二千 所以是否用他最強的武器 去對崇高任務呢 我也覺得不是 有點保留 他也進步了第一次對輸九個馬位 第二次對兩位四分一個馬位 復服收窄的七個馬 其實第二場開始有點威脅 明白 其實這群馬其實初出到時 根本是很受注目的馬 只不過師傅登將士都不流行 一次很急去部署這些馬 今季來到四歲 可能這個時候師傅慢慢給大家看 實力也不一定 至於其他的馬 還有一些畫中穴 這些馬比較少見 是甚麼馬呢 其實他也是可以用另一隻馬 去作為一個參考的 就是那隻蓋達五德 蓋達五德其實也是慢慢進步 一場途馬 我都會相信這隻畫中穴 跟他是互有勝負的話 基本上在二級賽 是不會夠用的馬 這次就是二級賽 這些四歲馬 我相信他是邁向一級的路上 這是其中一步 古摩亞陣營也有馬 有隻暴風眼 是否也在新進上來 他也是新進的 始終是四歲馬 不過他對上一場還是跑表列賽 但看到一隻長力很好的馬 古摩亞陣營這些馬才是最危險 這場再出馬少一點一波 未路底運的馬也挺多的 小心點 兩位喜歡甚麼馬 剛才提過了 丹鼎龍其實是跑新鮮感突街 而且剛才你問我那隻畫中穴 這隻我非常喜歡 我喜歡千里鏡多一點 至於暴風眼 我密切留意他的表現 好,謝謝兩位跟他們分享 下鑽西錦標和下域錦標這兩場賽事 節目完結前當然要提醒大家 播映時間 星期六晚上9時開始 有線電視63台和高清203台 將會通報直播 英國鑽西錦標賽馬的六場賽事來到香港 主題賽事鑽西錦標 將會是當晚的第四場賽事 好了,今集多謝兩位拍檔 和大家分析了這兩項賽事 好了,今次節目完結後 看來下一次就要到七月杯的前夕 再和大家在這裡論戰 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和大家在這裡論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請